一邊吃飯 一邊為小孩用餐 長村稚子跟他的同性伴侶 茂田媽妹子開心地動動小孩 這個得之不易的小孩 即將滿一歲 是長村稚子 藉著熟人捐贈的金子 讓自己懷孕後生下來的 但現在卻傳出日本政府要在近期 修法捐贈金子的相關法律 規定只能授權給合法結婚的夫妻 接受捐贈 讓他無法接受 今年三十九歲的長村小姐 一直都夢想當個媽媽 養育小孩 但因為日本法律不認可同性伴侶結婚 讓他們一度想到海外的金子庫 徵求捐贈身子 直到一名男性朋友表示 願意捐贈 才在私人醫院的協助下 完成生育小孩的人生大事 過去幾十年來 日本的匿名金子捐贈問題 一直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沒有法條 明確禁止 然而一旦新的修法法案通過 未來將可能造成各家醫院擔心違法 不願意再協助單身或是同性伴侶 做人工受精的手術 過去曾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小孩 也可能遭到外界污名化 認為是以非法方式出生的小孩 日本清營大學是日本第一家 進行人工受精的醫療機構 醫生部的教授田中手認為 一旦修法限制LGBTQ族群跟單身女性 不能夠以捐金的方式懷孕 就可能求助地下醫療機構 出現更早的情況 LGBTQの方ですね 法的に結婚できない方 それからシングルマザーで お子さんを欲しい方とか そういう方に対しての ドナーの方の精子提供の治療というのが 唯一の子供を巡られる方法ですので そういう方が対象から外れてしまうと そういう方法が起こってしまうことが起こってくる そういうのが懸念している 而在另一個國家 歐洲國家愛爾蘭 卻是在六月通過了一項領養相關法案 第一次允許被收養的兒童 能夠獲取出生證明等早年的孩童生活記錄 今年七十四歲的艾倫比格 在孩童時期被養父母收養 定居在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 成年之後他常年定居美國 當這條新法通過之後 他馬上申請探尋被收養前的經歷 愛爾蘭過去因為把未婚女性懷孕 使為禁忌 會將這些未婚女子秘密送到天主教的母嬰之家 一旦小孩出生會強制分離母親跟孩子 讓小孩被領養 但在二零二一年年初 當局公開一份長達五年的調查報告 爆出國內許多天主教的母嬰之家收容所 曾經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九八年間 有數萬名未婚媽媽跟嬰兒受到虐待 還有多達九千名的嬰兒因此在院內死亡 因此在今年六月通過領養的相關新法 合法公開小孩被領養前的相關記錄 預計這項新法印象的人數將達到十萬人 不只被收養的人 包括孩童的親生父母跟近親 但能夠以此來追蹤過世的兒童 或是過世至親的訊息 各位是地元取消彼儀